- 喂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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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請問是馮光遠馮先生嗎? - 我是馮光遠,請問你是? - 喔!我是一個新竹市民啦 - 我以前超喜歡看你寫的星座運勢文章 - 這一陣子啊,因為我的一個朋友高小姐 - 她的運勢不太好 - 所以特別打電話給你 - 想幫我這個朋友問問她的運勢 - 不知道馮先生現在接不接這種Case - 喔!原來是來問星座的 - 接啊!我什麼Case都接 - 那太好了 - 好!首先我要知道 - 這個高小姐她是哪個星座的? - 喔!我這個朋友是水瓶座的 - 她在政府機關做事,位階挺高的 - 那妳要問什麼? - 嗯...我要幫她問 - 從現在開始的一段時間之內 - 她的食衣住行方面的運勢 - 喔!食衣住行都問 - 可以!那就從食開始 - 整體來講呢,她雖然住在新竹 - 可是在食的方面呢,我必須說 - 她要避免吃新竹有名的米粉 - 蛤!不能吃米粉 - 對!她如果吃米粉 - 容易吃到異物,對健康不好 - 異物?像是什麼啊? - 嗯...像建築業的一些建材啊 - 什麼釘子啊,石灰,甲板什麼的 - 哇!真的耶!如果吃到這些,真的對身體不好耶 - 是不是?連妳都知道 - 米粉跟建材是不能夠炒在一起的啊 - 那衣衣的方面呢? - 一啊,這就比較簡單 - 主要就是要避免穿條紋圖案或者橘色的衣服 - 尤其是運動山顯示的那種條紋衫 - 真的?為什麼? - 很簡單啊 - 條紋衫圖案裡的衣服一穿 - 你說,像不像電影裡的這個囚犯穿的衣服? - 喔!對對對 - 電影裡面犯人都穿這種衣服 - 馮先生你太厲害了 - 我要趕快跟我朋友說 - 對,因為他以後穿這種衣服的日子 - 可能會很長,所以其實現在也不急著穿 - 是不是? - 好,現在時衣都講了 - 那住呢? - 嗯,住啊,這問題比較大 - 怎麼說啊? - 他平常是不是習慣住豪宅? - 對,這是他的嗜好 - 可是如果他太習慣住豪宅 - 對他日後的生活可能會有影響耶 - 真的?這是為什麼? - 聽過有減入奢易,有奢入減難 - 這句話吧 - 嗯,當然聽過 - 如果一個人已經習慣住非常奢侈的地方 - 萬一哪天他必須去住非常簡單 - 擁擠的地方 - 你說他是不是會非常不習慣? - 對喔,可是新竹很多房子都是豪宅 - 一堆房子都是倉意蓋的 - 躲也躲不掉 - 那就盡量吧 - 例如他可以自己買地蓋房子住啊 - 這樣就可以避開倉意的房子了 - 對喔,自己買地蓋房子住 - 逢先生你這個主意真好 - 還好啦,主要就是 - 遊奢入減難呢 - 他一定要早點有心理準備 - 有什麼心理建設呢? - 比方說哪天他必須搬到桃園龜山去住 - 那個時候他就知道 - 遊奢入減難是要有心理準備的 - 我知道了,我會跟他說 - 最後就是十一住行的行啦 - 這個最簡單 - 為什麼? - 因為啊,他很快就會不行啦 - 不行?什麼意思啊? - 這個行啊,就是行動的意思 - 也就是說呢,他很快就不能行動自如跑來跑去啦 - 真的? - 嗯,因為他可能要開始修行啦 - 修行? - 修行? - 他應該會大策大悟 - 發現,他的人生呢 - 最適合他的呢 - 其實就是待在一個斗室裡 - 每天念必修行 - 真的,這太棒了 - 我希望我也跟他一樣 - 大策大悟,每天修行 - 同學啊,你最好要跟他一樣 - 真的,你不會喜歡那種修行的日子的 - 好啦,我看今天就談到這裡了 - 再見囉 - 再見,馮先生,謝謝 - 嗯,不謝 - 再見,uder - 滴又打承龍 - 芥末 - 拍承龍 - 照片 - squ